聽著主廚介紹 學員們要當一日廚師 挑戰台式料理 滷肉飯和蒜味肉根湯 好不好吃不是重點 而是過程中大家互助合作 邊做菜邊聊天 拉近彼此距離 頭一次體驗這個就是 烹飪就是學做滷肉飯 還有肉根 然後老師們也是就是 手把手帶著我們做 然後我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然後也覺得蠻新鮮的這樣 吃美食聊天 化解認識新朋友的尷尬 大同區公所盡心安排 同志單身聯誼 邀請大稻辰司廚當導覽老師 帶著12位參加者逛市場 認識食材 從迪化街北段 沿路上台北橋 介紹大稻辰發展史 來趟知性之旅 本來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說不喜歡做菜 或者甚至不會做菜 但是到了後來 他們其實每個人都樂在其中 很認真 很聚精會神的在研究說 他們的菜怎麼煮 後來煮出來也真的都蠻好吃的 為了拓展單身同志交友圈 大同區公所每年規劃聯誼活動 結合迪化街在地特色 規劃不同遊程 希望增加互動 讓參加者更了解彼此 如果順利在一年內登記結婚 公所還會送上賀禮 延續幸福氛圍 記者邱世民特別報導